大家好,这里是房车美食日记,我是花爪 今天的时间还比较早一点,现在是11点半 我们准备出发去喀什牛羊大巴扎 据说这个大巴扎很接地气,我们也很想去看一下 前几天看到有很多朋友对我们房车改装的细项价格很感兴趣 这一期的片尾我们会放一下我们所有改装项目和改装项目的价格表 关注的朋友请抽到片尾去看一下 好了,我们现在出发吧 还没有到,我们已经看到羊了 这个羊我们没见过了 黑背黑肚子 但是侧面又是白的 感觉是一只莫甘西羊 还有一头小刘 大家都拖着自己的货去交易了 我们也要去看热闹了 可怜的四喜又要在车上等我们了 乖乖看家,回来给你带骨头 我们马上就要走到牛羊大巴扎里面了 这边的巴扎只有星期天才有 其实这边的巴扎真的就是一大块空地 大家都把车开过来,然后把摊摆好 然后就开始卖 就是没有固定摊位的 来的早就抢个好位 看第一炉火已经生好 大家在穿肉串 这边是好热闹的早餐 这是不是那种大肉串 好香吃的 大肉串 你们多少钱一串 再逛逛呗 这家人相对多一点 这才是大锅抓饭 这锅有多大 你要怎么往旁边站一下 看看 这是什么汤 这不是手抓肉吧 这是一大锅羊肉汤吧 这是手抓肉吧 这是什么 羊肉汤 多少钱一碗 20块一碗 要不要吃 来一碗 等一下我们先去前面看一下 我们先去前面看一下 然后再决定要吃啥 先浏览一遍 这条街 你看那边都是在吃什么 这条街太长 我的胃有限 出来了 出来了 你怎么这么逗 家常拌面 大树的香味 看起来就挺好吃的 烤包子 我想吃一个烤包子 是刚刚出来的吗 来两个 这是今天的第一样食物 烤包子 价值4元 大家在这边穿烤肉串 这边是烤好的烤肉 想买就买 苗总 你看那边那个桌布 像不像你身上这件衣服 来看看这是囊包肉 我还没见过呢 这个囊包的烤的 是用蒸的呀 一个囊一个肉20块钱 看一个吧 一个吧 好 你就已经决定要吃了 我还想再多看看呢 你看囊包肉 大锅抓饭 然后羊肉汤拌面 我都想吃 但是位置有这么点 怎么办 这个没吃过 先吃这个 好 好 好 我们点了一个囊包肉 还有一个手抓羊肉 一共50块钱 这个20 这个30 我觉得这个6月有点贵 但是管它呢 来都来了 还是挺大块的 我觉得赶巴扎在这里吃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 一会儿去逛起街来都会更有力气 今天的食品我们就不点评味道了 因为我觉得这种充满烟火气的这种即适美食 不会难吃到哪里去的 来看一下这个羊肉汤啊 我昨天说钢子肉的羊肉汤是正经羊肉汤 然后就有朋友问我什么是不正经的羊肉汤 看清楚了 这个就是不正经的羊肉汤 这个是刚才手把肉的那个老板娘送给我们的一碗羊肉汤 大锅炖的 虽然也挺好喝 但是感觉比昨天那口鲜汤精华差了很远 肉还是蛮好吃的 但是汤要差一些 这个就是不正经的羊肉汤 好了 吃饱喝足之后 我们来逛逛街 这边也有干果 不知道和干果市场的比 这边的干果价格怎么样 感觉好甜啊 就这样拿起来 就在这吃一会儿再走 感觉好惬意啊 还有很多外国友人在这边边吃瓜边逛街 哈哈哈哈 你要怎么走到珠宝玉石的摊上又走不动了 好烦 我去把它拽出来 好好好 来一个吧 酸奶粽子一个 一个 一个两个 好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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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吃 这个吗 这个把里面放 把这个样子 拿一份 来一份 阴嘴豆 天呐 我觉得我们今天吃太多了 好像吃不动了 一样 我们很克制了 还撒了胡椒吗 好谢谢 谢谢 里面有阴嘴豆 胡萝卜 黄萝卜 和土豆 我来尝一下 我觉得这个阴嘴豆相当的好吃 它的口感有点像那种 煮的很软很面的那种大糊豆 对对对有点 它的淀粉含量应该是相当高的 蛮好吃的 我喜欢这个味道 我们走的时候多买一点 带回去吧 哎老板 你这个豆子是怎么煮的呀 这个吧 点心 我洗一下 你会写汉字吗 我们没有比 我们没有比 一天一天 然后放点苏打 然后再煮 煮20分钟 煮一小时 煮一小时 我们在这里就吃了9块钱的东西 吃的好满足 两块钱一个的粽子 一人一个 两个人分了一碗 鹰嘴豆4块钱 然后还喝了一杯冰酸奶 特别解腻 特别畅快 一顿战斗之后 我们终于来到了今天的主战场 牛羊大巴扎 你看好多好多小牛 吃饱了再逛的感觉真棒 我觉得这边应该是入江以来 原始风味最浓厚的一个市场了 对对对对 很有趣 有不有趣要逛了才知道 哎刚才吃了那么多不有趣啊 哈哈哈哈 你看这个牛羡毛 来看这里是牛群 这种估计都是属于牦牛的一种 但是不知道是分别是什么品种 除了牦牛 还有奶牛 黄牛 这里什么牛都有啊 来看一下这个市场到底有多大 据说这边奖价钱都还秉承着最原始的那种奖价 大家手伸到袖子里面去笔划树 但是我好像没有看到呀 这边羊也是好多个品类的 你看这种鼻子稍微凸起来的 好像是八十败羊 这边还在给羊剃羊毛 这边是白色的山羊 然后还有这种棕色的羊 这种羊感觉要肥一些 像不像是我们在那拉提看到的那些羊 你说那个黑头羊 不太像 这个交易市场以羊居多 牛马是次要的 重要的经济贸易的畜牧产品 我觉得啊 张谦估计当年看到的场景和现在不太一样 但是也差不会太远了 这里的交易应该都是挺原始的 美好的一天让我们用一杯清爽的杏汤结束吧 今天在喀什的牛羊大巴扎 前所未有的见到了市面 我从来没有一次性见过这么多牛和这么多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关注我们 视频下方的每条留言我们都会看的 也会尽量给大家回复的 关注房车吃货收获双贵快乐 我们明天见哦 拜拜